老师 小贝要休学 小雪也要休学 大宝也要休学 什么情况 大家可千万不能休学啊 小贝 小贝在家吗 严真老师 你怎么来了 小贝 你妈妈说你要休学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妈妈说我以后都不用上学了 什么 你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 老师 你快去劝劝我妈妈吧 我想上学 知道了 小雪 小雪在家吗 我在家 怎么了老师 小雪 你妈妈说你要休学 是真的吗 是真的 老师 我以后就不去上学了 为什么 是妈妈说的 我也不知道 这些家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宝妈 大宝妈 你出来 严真老师 怎么了 你妈呢 让你妈出来 妈妈现在不在家 老师 你有事就跟我说吧 大宝 是不是也是你妈妈让你休学的 对啊 妈妈说我不用上学了 真奇怪 这群家长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不让孩子们上学呢 太可恶了 我要找他们谈话 喂 是小雪妈妈吗 你为什么要给小雪休学 小雪学期多好啊 什么 你说什么 严谨老师 我在外面很吵 什么都听不见 我先挂了 气死我了 我打给小贝妈妈 喂 是小贝妈妈吗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让小贝休学 严谨老师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说不出来话 凯天你再打给我 这群家长搞什么 我给大宝妈妈打电话 大宝妈妈肯定会好好和我说 喂 是谁啊 是我 眼镜老师 眼镜老师 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大宝又调皮了 对不起老师 我再替大宝给你道歉 不是的 大宝妈你听我说 那是什么 我知道了 那就是大宝又搞了零分 老师你放心 我会好好教训大宝的 什么啊 我都还没说话呢 今天家长会 不知道这些家长会来吗 老师 我来了 终于看到你们了 今天我就是要问问你们 为什么都要给你们的孩子休学 当然要休学了 不仅要休学 就连眼镜你也当不了老师了 对 眼镜老师 你快收拾行李走吧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让我当老师 眼镜老师 学校要拆了 你不知道吗 什么 学校要拆了 是啊 不仅孩子们要离开这里 你也要离开这里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你们都要给孩子休学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们真的不让孩子们上学了 孩子们喜欢上学 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 小朋友们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